在婚姻方面很多女人都说 我家的男人在家呀 就是不喜欢说话 我整天就像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首先婚姻生活 本身就是茶米油盐加醋茶 哪有肉练时期那么多的 风花雪月和浪漫激情 女人要知道 婚姻除了刚开始的新鲜期以外 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平淡的 但如果你觉得男人不说话 就是不爱你的 这种矫情呀 只是女人想要获得男人的亲密感 只是想要和男人有更多近距离接触 那如果你觉得生活很乏味的话 可以给你平淡的生活 添加一些趣味性 或者是添加一些色彩 比如说在晚上睡觉前 两个人放一些轻松的音乐 然后看一场浪漫的电影 或者是两个人喝一点小酒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说什么工作啊 烦心的事 只需要好好地回味一下 热年时期的那种暧昧的感觉 第二个 不管你们结婚多少年 约会这件事 还要继续 现在很多年轻人过着寄居歇市的生活 他们不愿出门非常宅 女人除了工作以外 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孩子和家庭上 所以男人感受不到爱 感受不到被需要 他也会变得更加宅 更加沉默 两个人自然就变得很陌生了 但是如果结婚以后 夫妻之间依然坚持约会 这不仅是一种生活的疑似感 同时也有利于感情保温 举个简单的例子 出门在外的时候 尤其是过马路 或者是人多拥挤的地方 男人会习惯性的 牵着妻子的手 或者是护着妻子 这样的话 女人就能够感受得到 潘潘实实的爱 能够体会得到 男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第三个 跟对方一定时间的自由空间 一个人在疲惫的时候 特别想要放空自己 男人也一样 当他下班以后 特别想要静一静 那这个时候 女人千万不要对着他喋喋不休 因为他最多只是回应你一个 嗯哦这样的简单词 甚至还有些男人会对你发怒 因此呢 女人如果等他过了这个 十几二十分钟的放空气 有什么事再给他好好谈 这个时候啊 你们才能够轻松愉快的解决问题 男人在回忆里不喜欢说话 喜欢沉默 有可能是因为他累了 有可能是因为感情变淡了 但是女人只要动起来 男人就像你身上的汗 永远跟着你 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关注小罗 下次见